期间 尚有意识的抄子跟扎文斌描述他所见到的整个过程 其中包括了那句不同于扎文斌所用的 积极如无极高针律令 后来经过扎文斌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 积极如律令是后人为了让咒更加好记而进行了简化 只可惜啊因为当时伤的太重 林正阳所用的十大神咒抄子是一条都没有记下来 这些属于老祖宗的东西能够重现 再次证明了天正道曾经是何等的辉煌 只是如今道门人才凋零 连些火气都快没了 这一年是平静的一年 扎文斌没有接过一场法事 是他拜入道门后过得最轻松的一年 这一年呢他失去了儿子 也亲手赶走了自己唯一的徒弟 也是他过得最艰难的一年 第二年四月初 扎文斌决定去秦岭山脉走一遭 让他促进下定这个决心的并不是小豹牙 而是三足蝉 小豹牙带来的那个盒子一直放在抄子手中 住院的那段时间呢 他们也研究过那盒子 每次这盒子拿出来的时候 小三足蝉就往上跳 后来就变成两只前脚抱住那盒子不撒手了 这只盒子无论是造型还是材质 显然超越了他们的认知 尤其是那一段虫鸟文 来自远古的枪族 闲暇无事 他们决定去走一遭 小豹牙的事情呢 已经是几年前了 他所能做的 也只是凭借自己的记忆去寻找蛇爷带他们所去的地方 大巴山 绵延千里 小豹牙只知道他们当时去的地方位于陕西和四川两省的交界处 此处多喀斯特地貌 平均海拔都在三千米左右 他只记得当时徒步穿越老林走了六天才到达一个湖边 可是这座被称为无人区的大巴山上 有多少湖 谁也说不清 当年进山 他花了六天左右 出山却用了整整一个多月 因为找不到当时去的路 他们决定从小豹牙出山的地方开始寻找 因为这里通常只有四五月份才能避开雨季 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足 当年旧小豹牙的采药人已经在去年过世 这次回来小豹牙也是给恩人上了香磕了头 当年若没他自己也就没了命 于大勇是采药人的儿子 今年三十还没娶上媳妇 大巴山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跟着父亲近过几次 因为采药是个苦力活儿 现在的年轻人多半都已经不愿意干了 大巴山毒蛇猛兽又多 因为特殊的地质关系 指不定哪个草垫在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溶洞 一脚下去就没了命 他是村里面唯一一个肯为他们担任向导的人 理由呢 仅仅是因为他缺钱 花了两天的时间采购 抄子费了不少口舌 加钞票 才换来了三杆枪 其中有一杆呢 竟然还是抗日时期用的三八大概 枪保养的不错 只是子弹少了些 总共才二十发 是当年村里民兵队长用的 另外两杆都是猎枪 自制的土猎枪弹管构 这种枪毫无精度可言 抄子索性拿锯子把枪管锯短 当喷子时 炸药和雷管呢 是爆破用的那种 威力不大 强过没有 余大勇自己有一杆土冲 平时呢 也就打点野兔山鸡 总共四杆枪 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他们来之前也都准备了一些 也不是第一次出门了 他们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三天后 一行六人向着大巴山进发 沿着当年采药人的路线 余大勇带着他们走了整整两天 两天后 他们到达了一个已经破损不堪的棚子 大勇说 这里便是以前他们采药到达最远的地方 作为临时歇息用的 就这里已经是四周树木参天 野草一人高了 当年小豹崖可是足足的跑了一个月 天晓得那地方到底在哪啊 根据小豹崖的描述 当年那个湖的景象 余大勇根据老一辈的传说 确定了几个大致的方位 就这几个方位只要朝一个地方走 将来导致的偏差也是十万八千里的 根据余大勇的说法呢 大巴山一带确实存在一个圣湖的传说 据说当年红军长征时 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向西突围 于1932年12月份 翻越了大巴山进入川北 当年翻越大巴山的那支队伍中的一小支 由五人组成负责探路的侦察队伍 迷路在茫茫大山之中 并和红军主力失去了联系 在那个战争革命年代 因为此类事故而造成的牺牲数不胜数 大部队也将他们五人 划到了牺牲人口上做了被诛 却不料这五人中有两人 竟然在第二年开春时节 重新走出了大巴山 活着的这两个人呢 因为没赶上大部队 便留在了当地打游击 解放后其中一人成了高官 还有一人则回到了大巴山山脚的 这座小村落里 做了一个农民 据那位回村的老兵说 他是回来替三位死去的战友站岗的 他的命是那三人用生命换回来的 这位老兵肯说的东西很少 没人知道当年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是说他们五人当年在冰封的大巴山上 找到了一个不结冰的湖 而且水面呢还冒着丝丝热气 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湖活过了那个冬季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 那片不结冰的湖叫做圣湖 是当年西王母来这儿洗澡的地方 至于去过那片湖的人 除了那个已经死去了的老兵 村里的其他人再也没有去过 小豹牙听到这儿 拍着大腿说道 你说的我想起来了 当时蛇爷带我们去的时候 那片湖的湖水的确是热的 不过是温热 我还在里头洗澡了呢 超子乔里眼小包牙 连下带虎的说道 你小子给我确定了 要是记错 超爷回去就给你用开水洗澡 不会记错的 我确定 那片湖的确是热的 扎文兵摸着下巴说道 我奇怪的是 那个老兵为什么一定要回来 给他的战友们站岗 这种事情在抗战年代多了去了 大勇 那个老兵后来结婚了吗 于大勇灌了口酒说道 没有 他打了一辈子光棍 也硬是做了一辈子的守灵园 就看着我们进来的这片林子 那个兄弟手上的三八大盖 就是从他那来的 据说有军区的领导 找过他好几次 想请他出去做官 可他的要求 就只有给他这把枪 此后 这把枪就给了民兵队 一直用油纸包着 保养的 喝好了 抽子哗啦一下 检查了下枪堂 里头的确光亮如星 看得出来 原先的主人对他着实不错 一把有故事的枪背后 都有一个有故事的人 瞎子 你说是吧 卓雄点点头 对于枪 没有人比军人更加懂得他的重要性 视枪为生命的人 一定很热爱他的战友 那个老兵 的确值得尊重 微微情灵 十万大山 树林草木之密 前后不过五米都看不见随行的人 虽然能确定大致的方向 但在这片荒芜人烟的大山里 要找一片湖 谈何容易啊 夜晚的秦岭 是属于黑暗的 再有丰富经验的人呢 也是不敢在林子里头乱窜的 这片土地带给人们的 不仅是传说与神奇 更多的 则是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走向